最近青少年交通事故案件频传为了降低青少年发生意外 玉里警分局受邀前往了玉里的中城国小 宣导交通安全还有防卫驾驶的观念 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呼吁大行车要依规范行驶 也希望可以降低青少年的交通事故发生 宣导中特别结合交通卡通短片 希望透过播放影片的方式将交通安全观念伸直在学生们的心中 宣导玉里分局的交通讯导影片 为了要降低青少年发生交通事故 玉里分局受邀前往玉里中城国小 宣导交通安全以及防卫驾驶的观念 我们自己然后也为了别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的规范 承办人表示特别请学生们转达家人 红灯不闯黄灯不抢绿灯不冲 酒后不开车指定安全驾驶 骑乘机车正确佩戴安全帽方式等等正确交通安全的观念 来保护大家的行车安全 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左看右看再左看 这是什么确认再确认的意思 预分局表示 分局利用各种机会宣导交通安全的观念 让民众体悟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也让民众了解警察取缔交通违规并不是扰民 也不是为了凭绩效是为了让大家快快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返家 记者高雄雄玉政采访报道